嗨大家好我是江小胖 买新车到底什么车能买什么车不能买 我一个我身为一个二轴车厂 包括我也开了十来年车只是我自己的个人建议 听呢你就听你因为有用的你就记一下你如果没用就拉这儿道 卖车可以对吧 不要买近两年以内新进的品牌任何品牌 特别是国产品牌 我不是黑国战车一会我快出 为什么特别是国产品牌 首先你买车大家要知道没有人知道未来的结果是如何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买一些新进品牌的时候 就是在读 你不知道这个厂家是否能久远的存在下去 历史上从此至今有多少车企黄的 我们一直在退出中国市场的 大把大把的对吧 宝卧刚出来的时候那广告打的咱呢告诉你终身质本 现在这个人都没了谁给你保去 确实终身质保保啥去 上哪保去 厂家都慌了 那当时 苦吹保卧这些人呢 对吧高端德国品牌什么什么地什么什么地呢现在哪去了怎么不吹了呢 对吧收着点这个东西 张嘴就来这么好那么好了 他们不会管你老板姓你普通人反正我就说我挣着我的钱 买去呗跟没有什么关系我就付了宣传这车就好你买呗 反正我是不买 对吧 比比在这 像这个利反 包括陆峰现在没黄呢 陆峰还有一台好像还有叫逍遥的车 对吧包括这个仲泰 包括连华 这是我一直的啊 中华这些车陆续都停产了也都没了 对吧那你说买这些车的车主 是一种什么想法 难道这些车 消失不在了他们不是一台好车吗 在我看来不是 侯尔人都在诟病啊陆峰对吧怎么怎么插怎么怎么插 我不知道我告诉你陆峰里边我最喜欢两款车 一个是陆峰插酒一个是陆峰插把 这两款车 我开过 我认为这两款车如果 从纯越车上来说 从硬派越车上来说 这个价位他是对得起 我感觉挺好啊 带锁的对吧 四驱还有柴油的 还有汽油的 跟跟当时的哈佛H5我感觉不分长下 当然价位在这把 我认为不差 那你要非说 内工 说那个所谓的做工内饰 那可能稍微差一些 但是他是主要以这个 穿越越越越为主 所以这两次我感觉也挺好 对吧 为什么慌呢 最终为什么慌呢 难道是他真的不好吗 只是他的品牌知名度没做起来 当时知道吗 我当时在选SUV的时候 我只看了三款SUV 当年我买第一台车的时候 H6 当然当时是那个表 长城的表 S6 还有一个是陆峰X5和陆峰X8 X5是这种硬派越野车 X8是乘式 而不是 X5是这个陆峰X5是乘式 X8是这个硬派越野车 这一期款其实我都看了 但由于当时没有钱 所以说选了一个轿车 并没有选SUV 这三款车 如果你要我最喜欢 当时一定是陆峰的车 但是现在结果出来了 厂加黄了 即使之中 我也不认为陆峰这个车不好 包括连环 我现在在开 我认为这台特别好的车 从各方面表 除了油耗高 除了油耗以外 动力 对吧 不错 操控也好 但是呢 像你说 负面里也有 油耗高 空间效 厂加黄了 那难道他不是一台好车吗 最起码他在我心目当中 他是一台不折不扣的好车 他为什么黄 因为左 因为这个厂家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只做运动车 我只想把 钱 把这个所谓的经济投在哪 投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车一周还原厂带顶巴的 你现在找一找哪台 12万块钱车 就包括现在所谓的运动车 哪台前面 机杆的给你带顶巴的 没有 但是连环就在 但是他这种用战没有公平 说白了 没有人 我们当时第一批他出车的事 我们现在对所谓的这个所谓什么 什么运动车也没有概念 也没有这种说 什么好快不好快 当时说白了 能开走都是好车 没有人了解 但反过现在 厂加黄了 他不是一台好车 还有仲泰 苏人都说仲泰不好 我不知道你们那种说法 有谁开过仲泰车 我认识一个哥们 仲泰车 16年的车 到现在跑了27万公里了 你没有听错 16 17年的仲泰T600 跑了27万公里了 啥毛布都没有 在他心目当中 仲泰绝对是好车 但反过现在仲泰的口碑又是什么 对吧 一提到仲泰 全桌押花的 你开过仲泰吗 你没开过 对吧 我车上有两个仲泰 你要我买不 我也不买 因为这车上前两天是汽车 他那个换档是那种选拟换档 他上下来之后卡住回不去了 我认为不好的车 不代表别人认为不好 眼睛开着那说白了 谁要如果说仲泰不好 在我那哥们那些他都翻脸 因为他那车开27万公里 除了 包养换边路上游以外 没额外添过钱 那你说这个车不好吗 但对中不也黄了吗 那反过来像我家那车 新车对吧 落地的时候将近16万 现在卖多钱 卖5万块钱17年4月份的车 卖才卖5万 那你说 买这个车的车主 裤衩又赔本一点 没有办法 因为你选择的就是 这么个玩意 说白了 你选择个东西未来口碑不好 那这个车就是不行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是这些黄的车 包括现在 我大概那种一年多吧 没去观察这个所谓的什么 汽车自家这类的 汽车APP了 我现在打开一看 哎呦你妈 那种30%品牌我就没见过 后来我扒了开一看什么新能源呢 绝大部分啊都是国产车 包括当时我比较看好的什么的 齐瑞 当时一款官制 现在变成什么联动云了 官制车做工也好用的好 甚至我还开过 我也挺喜欢那个车的 但是现在车又如何呢 不也完了吗 你并不是 并不是说你认为好的车 他不会死翘翘 就这么解采 包括现在很多什么品牌的 有什么高端品牌对吧 一个 品牌也长出三个分品牌 说白了 赤灰上当谁 这个品牌没起来 咱就不说 卫派 咋的了 你告诉我怎么的了 现在混成什么奶娘了 那批车主咋的 卫派车不好吗 卫派包括空间 包括那是那是18年19年的车 拿着现在 依然不入 但是怎么的了 厂家现在咋的了 对吧 现在又除了 什么玩意不说的 明天大炮后天航空母舰的 有啥用啊 你知道这个厂家能停了多久 能存在多久吗 不止这一个品牌有多少个品牌对吧 特别是国产品牌 整了一大堆 底下旗下的一个 这个这个子品牌对吧 东西熬的洗一下子的 然后反正说白了 傻网 总有傻的去买 如果这个品牌起来了 那就留下了 起不来一手网完事了 你们这些人就被割救了 对吧 还对话 为什么我说 特别是国产碰到哪里 因为 我们都是中国人 对吧 不傻 这是在我们国家 所谓的资本家 是一种什么锤炼 不需要我去多形容 数人都知道 对吧 你看 零木 依然也退出中国市场了 包括现在的标志 薛特龙 也基本差不多了 但是我认为这些车 如果同样要买的话 我另外买这些车 我也不会买我们国产车退出市场 很简单 最起码零木在中国不卖了 人在全世界还在卖你 品牌并没有问题 只在你中国不卖了而已 你想找配件 想找后续容器都可以找到的 但反观 国产名买的 没了之后谁管你 就现在我买这个 莱花 好车不好车 你要知道我现在车 不刮不碰 就是这个刮了碰了来修吧 配件全你猜车件 我现在那个 手机里边有多少个卖猜车件的 全部都是卖这个车的 没办法 为什么呢 这就是 你既然喜欢这个车 你就得接受他这些后续这些东西 对吧 那问题是现在现在是什么经济 大家都知道 而且现在的国产品牌也不便宜了对吧 都往高端做 一个车 十万八万的 那是便宜的 贵的算是20万 你买到手的好了 阿弥陀佛 但是你好不好 大家好 如果不好了 对你而言 20万10万是一种什么概念 你就说完 一把一二百万 你买的10万车20万车 无所谓 问题是现在有多少个人买20万车里 咬牙都会找贷款买 甚至说顶着脑蛙 硬着脑蛙皮硬顶着买 为了排面 你买的时候 如果这个品牌持续发展下去 你就赚到了 如果品牌中途料条的卷了 料条的料卷了 你就哭去吧 未来就跟中泰是一样 甚至还不如中泰 这就是我现在对 大家想买新车的 人家一些劝告 还有就是 卖车 便买这些新车的信息 明白啥意思 就比如说你说 说本田 对吧 本田整不整地 难道本田就好吗 你看看本田那些停产的车 什么格斯图 还斯格图的那玩意 还有本田那个小玩意 也是一到一到什么 明明我都记不住了 初两天停了 初一年停产了 那玩也是个绝合玩 虽然说 品牌一直在 但是这个戏停产了 对于车座人 随时也比较 对吧 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国战者的国战者好的 比如说哈佛 什么一代两代三代是在传下来了 还有别的什么 苍安的什么什么 有的系列传下来了 但有的系列也就是半道就死了 就像我的传奇 对吧 那你说的 JSS 没了现在 刚出一半年 退市了 除了JSS 停了一年 没了 整车一共就出了一年半 换句话说 传奇常在一言存在 但是你这款车 后续的零部件供应 它能不能供应上 这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本身就是小众说什么 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 传奇就是小众牌的 小众牌子里的小众说什么 必然面临的就是 说白的 现在可能是 也做的不怎么好 即便做起来了 他还会管你这些低批 支持他的老车路 零部件什么的 他还会生产吗 对吧 或者说副厂价 绝大部分说白的副厂价都没做 对吧 一年卖出这个千百百台 谁跟你做副厂价呢 做副厂价靠修 你这车的 饿死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大家对于买车 怎么看我最能终止是 不要买最近新晋两年品牌的 对吧 咱就求稳 咱普通老百姓 咱就买一个什么 气什么品牌都行 咱买一些 老品牌 他大一个3.5年了 问题不大 持续往上省的品牌 系列是对吧 什么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买这样的 不要新出一个什么卡完了 什么KTV 刚出来的系列 你就买 可能明天就就就变 就明天就变UFC了 后天就变MMA的 你不到他随时在变 好了他会一直做 如果不好 你品 这个这系列车 必然就没了 没问题 他会不会管你 那是一个未知数 记住 我们可以爱国 但是你要知道 卖你车的人不是国家 那叫资本家 他们只是 卖车也好 科研也好 各方面 他们未必想 对国家中空间 他只是说知道啊 我把这个车 卖出去 然后钱揣在我兜里 这就是资本家的绝点 对吧 还有所谓的 终身质保 反正我当我当过车厂 对吧 我也经历过很多事 但是我一直认为 所谓的终身质保 没有人 能真正把他所有合同上 终身质保 这些东西 全部都完成 中间一个环节出问题 这个终身质保 就是一个 本质游戏 好 今天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